到了真正的冰雪路面了 来一段冰雪拉里 向大家极力推荐我的涮羊肉吃法 就这羊肉涮完之后 直接放在这个鲜韭菜花上面 直接就起飞了 好车 美食 好朋友 人生的最高境界 这小镇其实挺危险的 非常的硬了这雪 都能看着反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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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限挑战一下这车刺驱系统 我在软雪上掉一头 我也不知道雪有多深 咱看能不能过来 会不会限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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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可以吧这四雪 一般车一般车真没细 这么厚的雪 一般车真没细这么厚的雪 我们到了真正的冰雪路面了 来一段冰雪拉里 打开X mode 走 如与平地 好 排这车在这里真是到家的感觉 60的速度过这边 能感觉到稍微有一点点滑 方向需要稍微纠正一下 它会滑会飘 但是你完全不用担心 只要方向对准了 我一给油 四驱就能把车带到正确的轨迹上 这就是四驱冰雪的乐趣 四八路这个四驱分配的太好了 那感觉就是如鱼得水 你的装备终于用上了 终于到了正确的场景里那种快感 所有装备党都应该能体会到这个快乐 我找开拉力那种感觉 就是你完全不用刹车 完全靠油门来控制车的动态 松一点油 然后转向的时候可以在弯中给一点油 让它有点飘的动作 对准的方向再给油又回来了 特别好的感觉 这段冰冷路太棒了 就很好看 特别像北欧冰雪拉力赛里边常见 现在七八十的速度了 越开越快 就开斯巴鲁一上山 或者一进这地儿就有人越开越快 越开越快 它总是给你信心 喝了一天雪了 咱来一顿蒙古火锅 我叫的菜上来了 先介绍一下人 旁边是王光老师 飞临公路的王光老师 这人认识十几年了 十多年的老婆 当年中国《七十话报》的编辑 我是车主之友的编辑 从一入行的好朋友 这次我们一起来的 被我们提供全程的向导和保障工作 因为上礼拜刚来 现在特别熟这块 后边是续报 看这饭馆景观多好 车可以停在自己身后 然后我要了点 比较有特色的东西 羊类斧 牛类斧 再还有手切羊肉 然后小料也是有特点的 麻酱配鲜韭菜花 酱豆腐汁 然后一会儿还有内蒙的烤大摇串 还有烤包子 我们都点齐了 咱们还 先喝一个吧 我还带了我的神秘小酒 大家看 没有任何字的神秘的酒 特别好的白酒 这是哪来的 上回我们去山西买醋 做醋那小哥做的 不上头 不会有那个奇怪的香味 来吧 咱们开吃吧 来 大串来了 好 哇 草原大个串 来 一人一个 一人一个 哎呦 这么大个串 尝尝草原大串 粉丝先吃 看这肉块这么大个 咱尝一会儿 好棒 肉不别的嫩 谁看这么大块 入口即化 一点都不会硬 我会不好咬 那我向大家极力推荐我的 这个羊肉吃法 涮羊肉吃法 就这羊肉涮完之后 直接放在这个 鲜韭菜花上面 压一压 沾上韭菜花味 直接吃 特别鲜的 哦 太棒了 就是韭菜花的那个香味 加上羊肉的香味 加上咸味 直接就起飞了 来 往往喝一杯 好车 美食 好朋友 这就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我觉得 中年人就得干这了 青年人一样 老年人也一样 我们也到年终了 最后一起敬大家一杯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以后都能像这样开开心心的 享受我们的生活 来 干 在乌兰布桶冻了一宿了 咱看看温度是多少 我拿这测温计测测 地面温度-26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的车上-22 咱现在来个冷启动 看看水平对质 发动机这么冷的温度下 启动什么样 会不会有异响 好冷 -20度里冷启动 刀车还是很顺利 大家看 怠速2000 这个车用016的机油 并且有极高的高怠速 它迅速的让机油 泼到刚上面去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水平对质车冷启动 会磨损或者怎么样 斯巴鲁在高寒地区 干了这么多年了 人家早有机会 刚刚着的冷车 大家听 一点异响都没有 没有各种奇怪的声音 非常的稳 它现在机油温度还没有 等机油温度有了 怠速就会恢复到正常状态 所以大家特别冷的天的时候 等它一小会儿 让它机油温度上到 二三十度的时候再走 这样的话 它肥肩润滑就比较好 完全不用担心 极寒情况下用这车 我们现在下一大雪坡 下大雪坡大家要注意 尽量不要横踩刹车 轻轻带着一直带着可以 前面就是乌兰布桶的小镇 这小镇其实挺危险的 别看它这地挺平的 但实际上被压得已经 非常的硬了这雪 都能看着反光 大家看着地面 所以一定要小心 看左右有没有车在走 咱这车在这还是比较自主的 四驱好使 这离开也好使 开着基本跟咱普通路差不多 但是不能刹车 我刹一脚大家感受一下 看没有 踩死刹车了 冲出这么远 根本停不住 所以在这种地方行驶 一定要看得远远的 如果觉得有可能有问题 提早刹车 咱们现在就进入乌兰布桶 大草原了 现在是乌兰布桶大雪原 大家看两边很漂亮 而且今天的天气 不是特别晒的那种 带那么一点雾 还挺舒服的 我没戴墨镜 太久没来冰雪 忘带墨镜了 也不是很荒野 看着这景还是挺爽的 昨天没开爽 看今天能不能找着更爽的路 到了草原的入口了 咱们真正的来个跨雪原 走 把XMOD打开 中间高高的雪 两道车辙 车只能跟着车辙里头被来回滑着走 这车都已经稍微有一点点蹭着底了 咱这车在里面还是非常自如的 这套四驱加上这雪地胎还是非常好使 加上我的XMOD一打开 今天是无后援的 我们的后援车出去参加别的活动了 我们今儿要悟到这儿 就得等他们晚上回来了 可以试着稍微开快一点 过弯能不能小飘一下 到40以上XMOD就关了 40以下会再开开 好多车都在这儿伤雪 基本都是硬派越野车 大家看 这车特别轻 所以它在这个雪上不容易往下陷 而且四驱分配的还好 基本就是雪上飞 我现在到了一个大雪坡的顶上 这雪有一尺多厚 那些硬派越野车都不上来了 我打算在这儿飘一段 把XMOD先关了 客载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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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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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